急不见生想念我是刘生 是的 我现在已经驾倒家了 驾倒家了 肯定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叫木耕镇 我住在西岸村 一条二级公路穿镇而过 因为今天不是虚日啊 而且我拍摄的时候是下午了 所以说镇上没什么人了 家乡的天非常的难 空气也非常的好 随处可见的就是水道 水道自身散发出的那个味道我觉得非常的好闻 这就是大自然的味道吧 家乡还有一个非常美的篮球场 在这里看风景真的是太惬意了 就是这个篮球场平时有人在这里练车搞的场地长不长的 这一点不好 今天还有幸见到的霞光 哇 真的太漂亮了 还看到了一座非常漂亮的云产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 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 其实我家是连在一起的 这里是两个叔叔的 那头挂着衣服那里才是我家 两家车也是叔叔的 正在他们现在起床房了 两个叔叔都搬进去了 因为平时没人住嘛 你看门口都长了好多 这个杂巢了 其实这个也不是杂巢 这个是鱼心巢 特别的新 门口这里都长瓜了 怎么说呢 人家是门口罗雀 我家是门口种瓜 我靠 然后呢 现在确实没人住了 我们推荐了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 哇 一见了好凉快 叔叔他们搬上去了嘛 然后你看叔叔这边的厨房 也荒废了 好了 现在去我家那边看一下吧 这边就是我家了 他走过我家的时候要路过这个小狗 嘿 出来 小狗哥 你看这些狗好活泼的 小狗哥 我去你家欢迎不欢迎 可以哦 这个小类犬哦 俊俏 不过他是小妹妹 我这个人呢 是非常非常喜欢狗狗的 他还没有名字呢 现在你们觉得帮他起个什么名字比较好呢 看家户院就靠你了 嘿嘿 好了 下去我家看看吧 一进门了 先看一下我房间吧 这是之前收拾的行李 然后这里是我的床 用了电风扇呢 还是这种非常老的电风扇 但是质量非常好 我用了那么久还没烂 这里呢 就是我的房间了 这里是大厅的 我们每天都烧香了 再看一下 这是我家的厨房 长期没人住啊 所以说现在都荒废了 我家平时没人的 就是新年的时候才有人回来了 所以说厨房已经荒废了 然后我现在吃饭呢 都是上叔叔上面去吃 过年回来呢 也是跟他们一起吃的 所以说我家就煮不了了 然后每到饭点的时候 我就开着这样车上去吃饭 这里是二楼啊 二楼没人住了 全部荒废了 我现在上楼顶看一下 你看我家床库都没装了 然后这个自拍杆 嘿嘿 这个自拍杆就是我经常在楼顶上面拍视频的时候用的 这是我家的楼顶的 这是我家的楼顶的 现在我是用自拍杆来拍的 你看拿走 然后呢 这里有我中了仙人杖啊 当初我家外面随便拿了一个回来 然后现在变得这么多了 你看这种吃那么的长 外面太晒了 我要下去了 真的是太热了 一身汗了 现在 这也太热了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家乡 还有我的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